看到你们很开心 看到了这也很开心 有没有什么要讨论 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我们好久没见了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是第十章吗 对不对 我常常强调 在我们今天读经典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新的观念 一定要竖起来 以往我们都以为 连中国人自己都以为 华人自己都以为 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经典 只是一些资料的汇编 而这些资料的汇编 基本上没有逻辑性 所以我曾经 向各位朋友们说 如果你们去看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 西方的哲学史 西方的哲学 最有名的像黑格尔 不有名的 但是也是大有名 有一般比较不知道的 是包三魁 英国大哲学家 重要的是他在美学成名 包三魁 报 单译的时候是鲍鱼的报 桑是桑树的桑 魁是葵花子的魁 包三魁 在他的美学史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 精神现象学 还有其他很多大 当时欧洲有名的 哲学史家 哲学家 都认为 中国虽然是一个文明的古国 但是因为没有进入科学时代 一直都处在 几千年来都处在 科学前期 所以 没有逻辑性 也因此 它只是资料的堆积 和汇编 而那些资料 也仅仅是人的一些行为经验而已 那么 顶多是道德的格言 或者是 某种带着信仰性的真言 那个真就是一个竹子 下面一个弦子 的真言 它期间没有任何的思想性 那么 19世纪 末 20世纪 新文化运动 八国联军 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 全面摧毁了 当时的 从中国 清朝 执政的中国 然后面对这样的 不得了的 西方的 铺天盖地 那时候 最优质的物质文明 再加上他们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 然后所开展出来的 许多有关人的 关思想的 关乎于道德性的 各种 新时代的新看法 而所谓新时代的新看法 包括西方的新时代的新看法 那么这也就是今天在座的朋友们 我特别要在我们的课堂上强调 这些事不能再含糊 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大关键时代点 其实 整个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曲已经开展 在前面 我们看到的金融 货币之战 货币之战 等等 现在不得了了 往下怎么发展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 有人 有国家 然后 不顾一切 去炸掉了 俄罗斯通往欧洲 的两个 天然气管道 它全面摧毁了 欧洲未来可发展的机会 当你用专业的技术 透过你专业特殊的技术 的那个器具 然后你去炸毁了 民生用户 那是在即使西方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不去碰的问题 那么将来 任何一个具有强权的 或者没有强权 都会成为恐怖分子 就比如 欧洲现在 当断了德国的 包括德国 断了这个天然气的 怨念 想念 无法再跟 俄国重启谈判 原先整个的德国 整个的欧洲 开始要求 重新恢复 不制裁俄罗斯 恢复 共器 那么现在没有了 现在 美国 以索罗斯为首 索罗斯大家知道 金融大恶 超红罗斯 超总去打击 经济 美国 索罗斯他们 立刻高盛 买掉 他们的 所谓的芯片 也就是三星 立刻就买了 极便宜的价钱 把泰国冲垮 泰国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回复 那么现在能够得到 这是我跨国 几乎是专卖局 因为我看那个世界新闻 就是专门走这条线 输送给欧洲的 基本上 以索罗斯为首的基金会 还有三个 犹太跨国财团 的公司 那走在街上 走在海上 将来难道 不会遭遇 任何的可能吗 那么将来谁看不顺眼 谁有本事 谁就去找 那么天下就必然打乱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 西方本身 他何以会采取这样的一个 等于去打开 潘多拉盒子 放出潘多拉 的行为呢 甚至于连那个 在我看来最蠢的之一 当代最蠢的之一 当代最蠢的之一 当代最蠢也有前提了 欧盟的主席那位女士 她都说人神共愤 她一定要追究 因为这是不得了的 此后整个社会的 整个世界的发展会怎么样 不知道 只要你有能力 海底电烂把你破坏 只要你有能力 我船上就 你的船我就把你打掉 它未来有太多的可能了 而且公然的让大家看到 他做了这个事 只因为强大 大家也无可耐用 然后他现在透过西方的舆论 都说是俄罗斯干的 可是波兰的前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 却在脸书 不是脸书还是什么 登出了一段文字 感谢这件事情的发生 谢谢USA 谢谢美国 帮他们做了这件事 那么不用说 当时就在爆炸的四个点的地方 美国在那边跟丹麦的海军 有几天的演习 英国卖潜水的什么什么机器 及资源技术性的战事 到这边去 也是公开的 当美国现在不承认 大家心有不宣 也不多说什么 只是都认为 这个行为太疯狂了 尤其是对未来的人类 也因而如此 西方怎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就像我们到今天 不断地在问 欧洲人怎么会 宁可牺牲 自身的生活 的生存需要 注意 生存需要 英国的通货膨胀 已经十点几了 整个的欧洲 都到了将近 都到了十person左右 冬天已经来了 然而他们 他们的政府还说 我们要民族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维护民族 我们宁可没有暖气 不可思议 为什么没有一个 一个折衷的办法呢 他们的政府 何以如此的坚持 维护自由民族 它变成了一个信仰 这是变成了上帝的普世价值了 那么 当自由民族成为上帝 然后成为欧洲人的普世价值 成为信仰 那么这是他们的传统 那么我们今天东方 华人 该怎么去分辨这件事情 该怎么去理解他们的经验 同时回过头来 看自己 而摆开 操脱出 新文化运动时候 胡适兹他们 在中国那个时代 最不堪的时代 所给中国的评语 就比如我们刚才说 他们都接受 西方从黑格尔以来 到鲍三魁 一路下来到二十世纪初 罗素之前 中国没有哲学 中国没有进入科学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前科学时代 中国本身是无知的 中国所有的经典 只是一堆 随便收集的材料 的汇编 没有意义 出造的经验行为 我们 从小 包括在做 也都有些年纪 我想小的时候 老师教我们的时候 是不是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一类的事 这一类的观念 我常常说的 我从小到大 一直上大学 但是中国同时 老师教到汉代 汉代没什么可说的 专制帝王 这是一个黑暗时代 可是今天我们再来看 站在人类史的角度 汉代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 是一个创造性的时代 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但胡适兹他们说 打出百家 独尊辱术 奠定五金基础 是中国黑暗的开始 中国从此不再有思想的自由 可是大家再去看看 今天西方人开始说 哎呀 我们被中国人骗了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中国是 以一个国家的形式 它其实只是 人类文明的一个组合 它超越了国家的 一切活动及经验 特别是马丁雅各 还有那个谁 基辛吉 现在不断地呼吁 要大家重新认识中国 它跟西方的国家经验不同 西方的国家经验 这个国家结束了 就从此不再起来 不说远的 就从希腊帝国开始 远当然还可以从亚述了 从阿卡德了 从苏美尔了 从埃及说起 我们就从 希腊帝国 因为西方的世界史观 有了世界史 有了帝国 世界帝国的观点 是从亚历山大 征服了欧亚非三州 建立起它庞大的 一个征服区 虽然它 但是它早逝 很快就分裂 可是它已经建构起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 而后影响到罗马 罗马前前后后 将近四百年 而后也发展到一个 建立欧亚非的大帝国 希腊只有两百年 罗马帝国四百年 而后从此 也就消失了 此后我们看 几乎都如此 可是基辛吉说 马丁雅各 马丁雅各是 英国伦敦大学的教授 好像 他们说 中国从一开始到今天 它的文化没有灭亡 他们的政治执政者 灭了就再起 过一个阶段就重新 再起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如何重新看待自己 认识自己 这是我们今天读经典最重要 以前读经典的时候 或许还 没有办法 破除 从小 新文化运动以来 给了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 就像在我读书的时候 除了刚才的汉代 我们刚才没有讲完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宪法的观念 英国大宪章 的观念 五经的奠定 成为汉代 必须遵守而达成的 一个理想的 社会政治 什么是私 私言情 一个政治 不可忽略 老百姓的情感 就是我们今天中庸要说到 人之情年 一言以蔽之 私无邪 私无邪 不是胡适之他们所说的 不虚似他们所说的 就是纯粹的道德 孔子用纯粹的道德 捆绑人类 中国人的感情 感性与感情 让中国衰败到今天 我们不忍心责备这些大师们 但是他们实在是无知 这也看到清代对于知识 本身的伤害到什么程度 私无邪 无邪者直言 这是我常常提醒的 古代的这个邪 都是愚未注释 但顶多是和这个职相对而言 它的本意就是这个邪子 它不是一个邪恶的邪 那是后来的发展 春秋时候私无邪 在思经 这个也是余词 那么 而后到春秋的时候 到孔子的时候 这可能成为情思 心思 也可以这么解释 那么思无邪 也就是思三胆 一言一辟字 一句话概括 就是人情诗的直出 直出修意的情诗 换句话讲 有这个情 才展现天地宇宙的规律 这个情 人类的大情 这也是中庸之所以能言诚 的一个重要基础 什么是中庸的诚 一切中真实不忘 西方 包括印度 都认为现实世界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 都是非真实 如同佛家 一切皆因缘合合 一切皆因缘合合 临时的聚合 所以万法皆空 一切皆是虚的 是不确定的 空是不确定 不确定的 那么基督教基本上 现实的一切也不确定 唯一的确定 是上帝 可是中国说 这个世界之所以构成 即使是不变的存在 即使是不变的存在 或者变化无端的变化 那么它是佛家讲的空 它是 佛家说这是真理 它既是真理 它就是真实存在 一切都真实存在 这就是影哲 不灭的定律 这是中国非常特有的 也是到达中庸 用一个成字 集结 再用中庸两个字 概括 与人相应着 在人之情 无其无法相应于 此宇宙之真诚 执政 执政者 必须理解 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什么是书 刻意要读书 大家都知道 书 说得长 从姚孙以来 到文武周公 说得短 就是西周书28篇 28篇最重要的文稿 说西周何以兴起 他们主先之所以能兴起 他们怎样懂得了什么是宇宙的规律 那个成 我用那个成来代替 此即为天德 古宇宙的宇宙 古宫谈父 从后级古宫谈父 宫流 一路下 到周文王 的爸爸 王继 到周文王 他们都将这一份天德 这份真实不忘的 真情 作为他们创业的 以及违政的基础 然后编辑成一本书 一部历史 这是政治 不可违背 既是人事 历史 也是天道 的规律 所以司书 为中国五金之首 不只在他时间上 更在于他呈现 一个是从人的性情中呈现 宇宙的规律 一个从人类的历史发展中 呈现宇宙的规律 不可动摇 为政一定的合乎天条 天条者 天德也 天德者 生生之德 按照我们今天来看 五金似乎是司书 一礼 春秋 六金就包括一个月 不过如果就当时 四师 书 春秋 孔子对历史提出 他的历史哲学 何以心何以伴 人类历史中何以有心 何以有伴 人类历史都战争 什么是正义之思 什么是不正义之思 为政者 凡出不正义之思 必办 孔子的春秋 凭人类历史的战争 所以中国从来没有 发展出殖民地 也从来没有无故去侵占 别人的土地 因为那将是不义之思 为历史所唾弃 所以即使是秦始皇 在这样的一个 从姚孙以来的 先秦文化思想中的 价值观 意义观 统一六国 在如此辉煌下 见万里禅城 他跟北方的 永牧民族 达成协议 你和你的 我和我的 然后我们互相不干扰 但是可以做生意往来 近代批评 中国人天生没有进去 秦始皇到达这个程度 还见个长城自我约束 都是不了解 因为他既然承认 只要是这宇宙存在 他必然有他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就不去打扰 不去为天而行 哪怕是秦始皇 我们去看秦国的好多的文章 秦始皇的统一天下 他说那你为什么可以去打六国 六国在天道之中 中国必须做一个整体的展现 才有生存的可能性 所以当他灭六国 多少人建议 重新恢复封建 西州因为封建而八百年 他一切都消除 把自己的孩子都贬移 他说 亲属血缘 不代表是生的凭借 西州八百年 我们看到在国 互相仇仇 仇仇 即使是亲人 所以没有用 如何求得当时的全天下 力量的集中 以为国家的开发发展 需要 你们看那个时代的文章 他们的辩论 然后苏同轨 车同轨 苏同文 等等一切变革 把天下 进一步的完成 达到可以相互沟通 经验可以相互传承 他没有再打多余的战争 我们可以去比罗马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 以及后来的 圣森法拉西斯帝国 奥匈帝国 那背后是有着深层的生命哲学 价值哲学 意义 命令 这在西方近代最重要的哲学 观点 可是西方到今天还没有讨论出来 有一本书很有名 哈姆大学的通识课程 当时他教课的时候 这位教授 创了一百多人还是多少人的通识课程 然后他的那一年的课程 出版就叫做正义 可是正义的一开始 What is justice? 他举一个例子 在海上 你跟你太太跟你妈妈 都在小船上 巴生海难 你救你太太救你妈妈 是不是有名的 那这个命题还延伸出去 救你儿子救你太太 这是一个对立冲突的 所以人有正义吗 人有意义的可能吗 面对这个问题 西方人在彷徨中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世界的现象 西方所构成的世界现象 然后礼 礼貌的礼 什么是礼 情之适当表达 礼者天礼也 礼貌的礼 礼貌的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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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貌庆礼 egent 礼貌的礼貌 整体的展的表达 而这个整体的表达是真正生命和谐性的表达 是以 是以离整鱼眼 人生命完整的实践 至于最后一个意 意 意者意眼 变动不居眼 它是变动不居的 这个宇宙变动不居 故 意者 不意 也就在变动不居中的 永恒的变动不居的 永恒的变动不居 所以它是永恒的变动不居中 所以它是永恒 所以用一个镜子代表它是永恒 因为它永远在那里变 因为它永远在那里变 由变动不居更深沉地展现出不变 它一直在那里变 而一直在那边变 不代表希望 国家所说的希望 它就是真实不虚 掌握 掌握 这个规律 就掌握 人在这个变动不居的宇宙中 随时注意到变化后 自己站在适当的位置上 所谓益者简易也 只要认识到这个 然后自我的生命觉醒 其人知生命知觉 就能于时俱进 所以历朝历代 就如孔子所说 皆有真 真损变化 你要看那个时代 要能知识 人当知识 知其神 人当知识 知其神 然后随时而变 这个随时而变不是随时变来变去 随其时而做出最适当的抉择 飞起神 lar 在支持,吃敬佩,不施其政 今天他们说中国是一个超常稳定的社会 这个稳定性就奠定在重要的一件事 但很多次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之一 就是汉鲁帝 尊从鲁家 推尊武经 以为国之大法 死后没有变动过 这可是大智慧的决定 古诗子这些小虫 借庄子的话 知二虫 有没有还记得庄子的吗 又何知 他们能懂什么 蠢货 而知识无都关乎于人世 但是背后都是天理 都是宇宙的规律 所以我们今天再讲中庸 同样要把这个观念放进去 中庸者 宇宙之真理 中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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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 成也 天地之成 真实不忘 什么是用也 展现 宇宙的宇宙真理的展现 所以我们从这里 作为我们今天见面 今天课程的序言 正好打中 我们第二节课就从这个前提 谈 谈 大家想想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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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命逻辑 心理逻辑 为主要逻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即便证逻辑 形式逻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甚至于他们的创造力也都衰败了 顶多还有一些军事武器的技术的創造力而已 就整个人类未来的整个地球的发展 他们已经看见他们只看到自己生存 他们要强大 我就第一个原本也第一人都视 Indonesia 第二个人その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更 jako seguroで 있다 人不可能以西方的科学概念所建立的逻辑系统来做 因为那不是人 那只是个概念 我们能以临华语的临华语就能够知道临华语吗 刚才太用力了 呛的 不可能吗 临华语只是一个概念 是临华语实体的代号 不足以呈现完整具有血肉和生命性活动的临华语 那么如何展现属于人的这个知识方法 那么我们要懂得在人存在的逻辑上 那么就有生命的逻辑 生命的逻辑 心灵的逻辑 情灵的逻辑 那么它能包含数理逻辑 数理逻辑是数 是理性的逻辑 甚至于包含了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逻辑 它也都是 具有数理性 是高度理性的展现 的一种 我为什么要说到第二点 就是回过头来请朋友注意 我们说过中国的经典 西方人说我们完全是杂烩 可是我们实际上 以人为主体 有它的逻辑性的编撰 所以论语学而偏第一 谈人的自觉 谈什么是人的生命 真实生命的开展 谈什么是人性 人生命觉醒的那一刻 才成为真正的人 不然就是半兽人 就是动物 佛家讲 困扰在无名之中 受贪嗔痴 慢疑的纠缠 一辈子在妄念里活着 然后一副好牌 打成一副烂牌 这就是佛家所说 活在无常 活在无名 活在无知的有我之中 而不知真实的展现 是一个非有我的我的呈现 所以依佛家说 你真觉悟了 你才是个人 罗汉才算个人 而后菩萨 而后是佛 这才是真人 所以这个佛字 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是没有生命自觉者 所以鲁士到三家 就在这一点上 合而为一 确定了人 的生命性 生命的逻辑 最直接说的 没有借着外援 生命觉醒 就是人生命的开始 就是学二篇的第一篇 第一章 如此学二篇贯穿 论语二十篇 就谈人的生命觉醒 这就是人的逻辑 为什么如此 避免概念化 所以金刚经理 当佛说这是椅子 这就不是椅子 因为它是一个 因缘合合而成的 一个椅子的现象 而后随着时间 它将会变化 要由此认知 才能认知到 这是佛所说的遗子 只是一个假名而已 暂时的名称 以便于一般大众 可以交互勾托 我们如果以中庸 今天要讲的中庸来看 第九章 我们上次说过 天下国家可君 作为一个大宅相 对于所有国家的行政事务 都能够平均分配 治理得极好 这个君就是平字 可以公平治理得非常好 这是高度理性的展现 绝路可持 根据自身的感性和理性的高度开展 面对着金钱地位的诱惑 我能依自身的性情拒绝 这是高度感性理性的开展 白人可道 这是勇气 依自己的性情 招文道 洗死可以 即使前面是白黄黄的刀子 我也一勇而散 这是勇气 这是深之勇气 可是中庸 不是靠 深之勇气 也不是靠理性感性的高度展现 当然也不是 依理性可以达到 什么原因 中庸不可能 中庸得有智慧 如果按照金刚经的说法 中庸得有佛言 我只要有慧言 还得有佛言 你才能够看见 在整个的现实生活中的 那个宇宙秩序 中庸不可能 就是那个宇宙秩序的理解 你能顺宇宙秩序而行 用老子的话 顺道而行 如此一下子把中庸罢告 所以子路问墙 接着就子路问墙 这是一种有机逻辑的联系 那子路问墙 他的前提是什么呢 那老师 你对什么是墙 有什么看法 因为子路本身很强 他崇尚墙 勇猛而勇力 子爽 无勇 难道能行中庸是墙者吗 所以第十章接着 子路问墙 那老师你说什么是墙者 什么是真正的墙者 难道是能行中庸的吗 换句话说 子路中庸和墙之间 还没有偷沟通起来 那么注意 孔子的回答 你们一定要注意 在经典中 孔子的回答 那从来不针对人的问题 他跨越问题 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 更大的俯视性 俯瞰性 然后看到你问题的限制 这是思想的启发 是心智的启发 孔子问他 你问的墙 你所崇尚推崇的那个墙 是南方人所推崇的墙吗 还是北方人 所推崇的强啊 注意 这里头什么意思 接下来 还是你认定的墙啊 这三个墙 这三个墙什么意思 这三个墙 说明你所说的墙 只是宇宙率中的 一种展现而已 它不是整体宇宙的展现 它画二为三 一就是获释 二就是你 然后他第一回答 宽容以降 能以宽容 柔和的心和情 能以宽容 温和的心 渔情 然后来教导人们 来启发人 然后 不报吴道 不报复 不报 不报 吴道 以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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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礼 对待自己 对待自己的 我不报 表示他的宽宏 带着佛家所说的 无忍之心 在修行 菩萨道的时候 所以按照佛教的故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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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有仪式 还是仙人的时候 还在修行 菩萨道的时候 甚至于还没有到达 俄罗汉 他在 洞里面 修行 哇 那个什么王 一个最 粗鲁的王 带着 宫女们来玩 累了 他睡着了 宫女们看 国王睡着了 我就看到山洞里 有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然后大家都围着他 然后请他开解 他也就开解了 哎呀 等到那个王 醒过来了以后 然后看到 所有的宫女 围着一个年轻小伙子 的修行人 大怒 吃醋了 怎么可以不以我为中心 哎呀 以他为中心 然后就问他 哎呀 连俄罗汉之境都没有修到 他说我 忍辱先人 我这一世在修忍辱 忍辱先人 他说好 既然如此 就把他 砍掉他的耳朵 砍掉他的鼻子 砍掉他的手 你还能忍吗 你还能忍吗 那这就是不报无道 或许你们很着急 最后怎么样了 天龙乍现 天降庞陀的 风沙 大怒 吓的这个谁 后来这个人就变成 他的吓了 后来几世之后的 这个陈乔吾吧 他的守护者 那么这是 佛教的 透过宗教信仰的 一种说法 但是在这里的共同性 就是 当别人以无腻 不讲理 对待了 不报复 不以为意 那么这是 南方的强子 南方的强 展现在他的 慈悲与快乐 君子 注意用君子两次 一个是受教育者 此外 在受教育中 生命自觉者 一个高度的生命自觉者 通常会具有 这一种 强力不一 不被动摇的 生命状态 经歌的人 是 习 做动机 本来是习子的习 引申自 获 获税 金 是兵器 抱着兵器 隔 是盾盘 用牛皮做的盾盘 那个隔 抱着兵器 盖着盾盘 就这么睡 为战争而死 而不厌倦 这是北方的强子 全力以赴 只生命于不顾 这是北方的强子 而强者居之 这个尔是乃 乃是像这样的状态 这种生命的态度 乃是北方强者 所表现的 这个居就是平日的表现 所以我们 所说的 你所谓的强者 那么 从这个角度看 当一个生命自觉者 一个有着高度 生命的自觉者 何而不留 他非常的随和 温和 展现出慈悲心 用慈悲 两个字 但是 而是但是 不留 却绝不同流合乌 绝对不随坡逐流 这可是墙中墙啊 天地更大 面对整个人世之间 他带着慈悲心 这个慈悲心 超越了前面的 宽容以教 不报的道 墙栽胶 这个胶是墙 也是墙 墙中墙的意思 这才是真正的 我所提出的 一个强者的表现 因为在心智上 一力而不一 中立而不一 能够站在宇宙里 宇宙的天大道上 注意 中立的中 我们说过 说得小 站在最正确的道路上 立场上 可是我们要知道 它的背后是天道 什么是最正确 就是天道 我们站在 不是我们 它站在 整个 依照整个的宇宙的规律而行 没有任何现实世界的偏 偏袒 偏袒 于依靠 它始终能够 屹立不摇地站在宇宙的 天道上 那么这是强 中强 这也是合乎于天道的 真正的强者 在现实的世界里 前面两个都展现 作为一个君子的独立心 后面 他把他君子所生存的 现实世界放进来 当国家有道的时候 当国家清平的时候 我有道 就国家清平 不变善 不改变 国家的清平代表 有正确的是非 有清楚的善恶 然后 国家能选贤于能 然后你 顺着社会发展的路线 你就能出头 在这个前提下 不改变自己 早先穷困潦倒时的 自洁与理想 这个赛 就是困顿的时候 不改变自己 在困顿的时候 原有的理想 与操守 不会换了座位 换了脑袋 然后不会看到别人好 自己也就改变 去讨好别人 或者讨好有权有势的人 那么如此 也是真正的强者 国无道 国家动荡 失去了 条理 走向了混乱 面对这种情形 到死 即使遭受了压迫 到死 都不改变 自己平生的智洁 自己平生的智洁 包括为自己的生命 都不改变 这是真正的强者 这四个强者 都是站在宇宙的大道上 根据宇宙的规律 所展现出来 真实的自我 来自宇宙 真实的自我 这也就是 掌握住天命之性 天命之性 真正自己存在着的 最真实不忘的状态 自己存在宇宙的宇宙 最真实不忘的状态 这叫做天命之性 由此 从这里 率性 根据自己的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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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宇宙 宇宙生命之道 那么这也就是最真实的自己 是 在生命自觉中 透过觉醒 随时修正自己 以合乎 宇宙生命之大道 其实简单讲的简单 就活出自己来 活出自己来不是随便发脾气 不是任性 闹情绪 我闹情绪我就闹情绪 我不开心我就不开心 而是很清楚 我何以不开心 我何以有这些情绪 然后慢慢地调理它 使自己活在一个综合之道中 宇宙的综合之道中 让自己整个的生活中 展现生生之机 展现生生之机 充满爱的生生之机 就是把佛家拿来讲 就是慈悲 慈悲心 就是菩萨大 展现那个慈悲心 看得见 写得很小 也就是让周遭的人都因为 你性情的和缓而开心 说的简单 很多人都以发脾气 而以整人家作为自己 存在的展现 那么这是不合乎宇宙规律的 这是唯一百宇宙规律 因为宇宙就是一切心心相容 其实当你用折磨人的方式 在展现自己的存在性的时候 你是在折磨自己 别人一下就过掉了 可是你是在折磨你自己 在摧残自己 所以这个一定要想透 所以这一句话 其实就是前面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然后最后 至综合 天地位 万物 一切心心相容 即使不能如此 至少不阻挡 别人心心相容 不会以自己的失智 不会以自己的失智 失见 失心 失心 自立出 有别于天道 生命 意义 价值 所有现代政治 反而带给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个地区 整个欧洲 包括美国自身 使人们不快乐 使人们充满了冲突 你看美国是全世界 Combinete死亡 最多一百多万人的 一百二十万人的地方 他都是违反天道的 然后他们所说的不是价值 他们所说的 美国价值 他们所说的 自由民主的 所谓的白人自善的价值 都是私智 私见 私心 私行 所提出来的 非人类共同 也不合于天道 价值 与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是从这个角度切入 哪怕是上帝 上帝 上帝竟然容许他的信徒 有魔鬼之行 就是违反了天道 上帝就不是万能 万善 哦 钟声响起 大家休息一下 那时候教他们 真的太快乐了 所以艺术大学 我帮他们筹办完成之后 我都要求 第一年我只做兼任 因为我要保留在建宗教课 然后让我看看 我要去哪里 因为艺术大学是必须感性的为主 建宗是理性为主 两样的学生都让我非常感动 可是建宗毕竟熟悉嘛 教了十年嘛 舍不得走 最后被赶走了 那个艺术大学的包又玉老校长 创办的校长 打电话给建宗的黄校长 说是不是你卡住了我要的人 让新一云新老师不敢来 然后他说我都不知道 新老师干了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 然后把我叫去训了我一顿 他算我展飞 然后跟我说 你的路径很像前先生的路径 虽然你是拿硕士 可是你放弃了博士学位 不读博士了 然后去初中教书 然后现在大学请你去 这个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得少有的 赶快去 我不拼你了 我不再拼你了 他说这也是建宗的荣耀 我这么离开建宗 那么刚才有小朋友年轻的朋友 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值得再跟朋友们提一提 他问说 他问说子路问强 当中是不是含涉到一个问题 以子路的性格我们所能了解的 子路偏向耗力为强 那么孔子直起两端 当子路认为耗力为强 他就是贬移温柔宽厚之道 那么孔子把这两个提出来 同时再问他 还有没有你自己说的强 没有 他把强化为四个 每一个刚柔并激 他说这是不是孔子扣起两端而交之 我说对 君子何而不留 君子挂在头 后面都有君子 都省略了 所以大家可以把每一句话都挂上君子 君子何而不留 就像水一样 在这样的变动不拘的世界中 始终在一个最重要的主流的流动中 而不同流合污 柔宗带强 像水一样 中立而不一 更高了 凭空而立 就站在宇宙的规律上 最普遍的道理上 没有任何的偏移 不向左不向右 不向前 不向后 前面还有所偏移 哗哗哗的主流的事 在这里凭空而起 当立在宇宙之中 那是思想高度的发展 这也是由衷带康 然后下面 在现实的世界里 这两个是在高层次的 前面两个高层次 所展现出来的智慧的一种表现 可是下面 是在现实的压力底下 自己能负贵所动 这里头含常 现实中的各种压力和引诱 对于某些人来说 其实是强大的 我们没有 这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幸运 不变善言 我们不改变 我们自己在穷困时代 也就是不忘初心 等到国无道 自死不变 坚持在一个真理上 成为真理的见证人 这位小朋友最后的结论 很有意思 他说 幸亏我所处的环境 都没有逼迫我到这个地步 我说 对 你懂了 这是我们的福报 所以这也是我课堂里面 什么批评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真的看到 真的培养出慧眼 而后有佛言 好 第十三章 大家还有没有要讨论 第十三章 哦 翻多了 这一章很有意思 树影行怪 这个树就是树 树 这个树是探树 是探球 是专心的探球 这个树 是专心的探球 专门去找 刚才说的吕元松 他去世了我还是要说 因为站在真理的见证人 他认为所有的国家才不错 我这个没有批评他 但是他提出他的 这才是佛教灯物 然后他面对他的跟随他的信众 我今天就告诉你已经觉醒到第几天了 第几层次了 第几层次了 我今天就告诉你 你已经到了 不行 如果你提出跟他有点不同了 你下 你过了 下落到地狱了 然后他们那群人自己寻找成真理 然后还自己建立社区 好了不起 这是一个人才 他能够框住一堆人 框不是骗 是框啊 就是框住一群人 我们这个本事 就组织成一群人 建立一个社区 然后在短时间内就能居重了很多钱财 大家捐钱 然后就各自都买个帮子 然后就成立一个真理的帮派 下面我不能多说 说得有点刻薄 时间不长他就去世了 那群人也就烟消云散 去世的时候啊 本年轻啊他比我小啊 他不是我的学生 他不是我的学生 他是他读书不高 他读书不高 当时还有一个现在也不得了啊 现在可成了 我先不说他名字因为有 因为他现在还活着 他们同时间差不多 都是在正大那个地区出现的 正大那里可尊是出不得了的 奇奇怪怪的人物 他办了一个佛教百货 从一楼到五楼 啊 可不得了 然后讲禅宗 讲佛法 啊 也成一代宗师 后来卷款逃走 大家知道吧 不知道不要说名字 二十年后 他一代禅宗大师出来 然后他画一幅好大好大的像 说开创了世界最大的 佛教的像 然后成为金式记录 被记录的人 因为画了世界最大的佛像 逃走的 也是不得了 大家拜他 我一个福报大一点 目前还活着 一个去世 去世的时候大概四十多 因为他好几个大弟子 都是我的学生 在高中这边 真理得到了 某些东西之后 出去以后寻找更大的真理 就遇上他们的姻缘 还有多呢 一堆 可不过对我 我只是惋惜 没有任何其他的 也不生气 也不干涉他们 因为各有姻缘 再说我只是介绍 宇宙中的真理给大家 而不说我说的就是真理 你看我从来没有说我说什么 我从来没有结论 这就是哲学 而这也是我实践 大圣佛学 特别是金刚经理提的 所有的人都是制度 我不过是提供 一些工具 我讲完课我就忘记掉 所以有的时候 以前有个富美大姐 有没有 她说刚才你那句话太好了 那你重讲我根本不记得 我讲 然后叫从正一 从那个黄凤 从那个华语 从鼠语 或者从余仙恩 杨老师这边 看他们的笔记 他们在重复 我再慢慢想 有的时候哥也想不起来 我福音金刚经所说的 只是一个杜裁人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 没有负担 没有任何心里的我智 所带来的负担 然后看到的都是会心 或者佛心 好 缩影行怪 影注意 这里有特别的意思 有一般的意思 有特别的意思 一般的意思 就是绝对不去 追求 似乎隐藏更深的 隐是隐藏更深的道理 隐藏更深的道理 像李仁松就是 发现了 依我自己当时 和他交往的经验 他却有所悟 然而他后来执着 然而他后来执着于所悟 却执着于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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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的 我像略通 我学的都知道 哪怕你成佛 你有执着于佛 你就完了 行怪 这个怪 行为 这个行是行为 其所悟 其所行 所为 其所心所为 却执着于所悟 却执着于所悟 不同于中庸 自称 不同于中庸自称 不同于中庸自称 那么换言之 这也就是 这也就是 我们刚才所说的 依自己的 失智 失见 失心 失行 然后 外与 天哪 之行为 这行为 这行为 此为之怪 注意这个隐和怪 都是违背天道 孔子说 离开天道 而去寻求更深的道理 或者表现出更深的不同于天道的行为 外于天道的行为 后事是有所记录的 这个树是记录 到了后代 在历史上 我们从历史上看 我们从历史上看 历史上是有记录的 只是我 不那么去做 不那么去追求 所谓的真理 一个高度生命自觉者 一个真正的高度的生命自觉者 依循者 中庸之道 这个道指中庸之道 就是宇宙之道 宇宙真实不忘之道 而行 有的人 走到一半 半徒 走到一半 也就停止了 这个肺是停止的 也就停止了 我仍然依循着中庸之道 继续前行 一个真正生命的觉醒者 是觉醒于对于中庸之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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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真的意识到中庸之认知 这个世界的构成 一切都那么真实 你没有意识到真实 那就还没有真正的觉醒 所以当觉醒 而一于中庸之认知 一于中庸而行 顿势不见 顿势不见之 顿势 顿势 就是隐藏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顿是隐顿的意思 也就是隐藏 隐藏在这个世界上 不被认知 不被认识 而是但是 没有任何一点后悔 为圣者能知 到达这一步 只有最通达的人 注意这个圣 是最通达的人 就是真正悟道自然 注意 当真的悟道而走在中庸之道上 也没有佛家所的我值哦 他就没有任何我值了 为圣者能知 只有真正通达者 能做到 通达于道 通达于道 应该说 真正通达于道者 能做到 能如此去行 这似乎 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 很高的 很高远的 不容易达成的 一个生命目标 可是又是很简单 什么简单 一切一中大而行就好 那么什么是中大而行 就你自己而言 就世界的存在 一切都真实的 没有任何虚望 你这样子就不会有 虚无主义的倾向 不会被虚无主义所迷惑 第二 依照真性情 认识你自己真实的性情 如果我自己 可以有点介绍给你们 我都是按照自己的 开心的地方去做 不开心我绝对不做 我都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 这就是中大 所以喜怒哀乐之为法 为之中 法尔皆众结为之和 讲起来高远 实际上就在你自己性情的认知 就是学而实习之 绝而能自我实践 真正呈现了自己 是自己享受的生活 ok 在自己真的性情中 没有高低贵贱 没有贫富 那除了要饭 就是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回事 我只饿死了 遇到这种状况 我还没有 所以阿弥陀佛 我还有退休奉 然后没有多余的妄念 就从这里开始 就在中庸部道上 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还有五分钟 六分 七分钟下课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得名有问题吗 我你有问题 他还说那个 所隐形外形的话 那意思是说 就是追求 隐藏人 就是追求更深的道理 所隐形外形 对 就是追求天道之外 外于天道 似乎是更深藏着的道理 那老师说 第二个意思是 自己的 是什么方便的意思 我有讲第二个意思 我有讲第二个意思 没有 我有讲还有第二个意思 所以第二个就是 有外于天道 就是外于天道 就是你们重叠起来了 实际上没有重叠 就是一般来讲的 我们所说的 哎呀 这个哲学说了这个话 我发现哲学的话当中 还有画外之画 或者还有更深沉的另外的 另外的哲学观点 那更深沉实际上是 就在中庸的这个宇宙的大道 前提之外去寻常 不同于 自外于 宇宙大道 的异于价值 的异于价值 通常这都是 诗字诗心 所投射而出的 不尽然是 确实是 一个深藏不露的 正理 不尽然是 不尽然是 确实是 一个深藏不露的 正理 那春秋孔子的时候 有这种 书以奇怪的 说法 有啊 有的时候孔子用一些 当时的 自古传下来的 树叶呢 这是第一个 不是以前就是个空白 只是没有一个大思想家 这样的一个大思想家 可是并没有说 没有人有智慧 第一个 第二个 你看孔子到楚国去 到魏国去 到楚国去 遇到了那么多的楚狂 有没有 结于 那这些不都是 聪明的人啊 他们劝孔子 离开这个世界 天道已经成了 不只如此 我们看左传 里面有很多不得了的语言 所以孔子如果从这里回头去看 论语中说 孔子说我 恕而不做 所恕者天道 而不自我创作 那么西方今天的这一切都是 是哲学家的自我创作 那像这些早上讲的那些街鱼啊 这些影视啊 那他们算是怪吧 他们只是出事而已 不出事不就是怪于天道吗 天道不就是 顺顺当当的顺着天道走 无所谓出事与不出事吧 如果以我为例 你说我是出事还是不出事 就是教书嘛 会啊 因为这个人们在在这个现实的人生中面对复杂的变化里面 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很特殊的观点来提醒啊 可是问题是长短 你看洛克所提的自由民主 现在呢 现在呢 孟德斯就所提到的天赋人权 在西方现在呢 对啊 说的就是这就是怪啊 而这也就是当时 同时大家在读的时候 读哲学史都是被抽出来的 你去从他们的社会史 社会史 政治思想史 文化史 配起来读 他们都有特定目的的呢 诺克所谈的自由 诺克所谈的自由 基本上是什么 是给于当时的政府 在殖民的时候的 自由征战 自由决定土地归归谁所有啊 他的自由都有前提耶 只是我们单独读哲学都被抽空了 把那个时代的背景都拿掉 把那个时代的背景都拿掉 最近那个 如果家里面有那个什么 有中华电视台的 你去看一系列 美国好莱坞拍的 《罗马帝国新王录》 十几集的电影 那你看他们当时的罗马 就可以很基本上比较清楚一点知道 他们认定的罗马是什么 最后罗马可以亡国 从原来的元老制 发展到共和制 最后为军人 如产 然后如此长期 最后 都是军人当权 谁有权 谁是军人 谁有权 谁就掌握 然后最后是 你们要议会 支持我这个当权者 议会 哪一个人你给多少钱 出家越高 你就是罗马帝国的王 就这么垮掉的 那么所有的贵族 罗马的贵族 都不要读书 我就是要钱 这就有点像今天的西方 贵族的子弟 只进金融界 他就是要钱 所以佩洛西到台湾来 到世界去 要带自己的儿子 好 建立人脉 然后做各种投资 和各政府做各种合作 拜登对他的儿子如何 彭佩奥 没有这样的家世 可是他是正派的西 美国的政治 政治政见的路线出来的 福加福 哈佛读完 法律系读完 还是政治系读完 就去读西点军校 前三名毕业 然后进海军陆战队 几年后 再进CIA 受过CIA完整的训练 然后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的辅佐 最后成为川普的国务卿 然后他的目的是 下来之后除了竞选总统 就是如何聚集财富 但是他被中国大陆惩罚 所以没有一个美国企业 大企业聘他 大智库聘他 他没有钱 所以一下子瘦成那样 然后到台湾来 又来了 因为来要钱嘛 一次五百五十万美金 还四类 他没有钱 他没有办法向他们开展 生化下希拉蕊 希拉蕊是犹太人 那么所有的这些大贵族的孩子 都进了金融世界 都要钱 那当然 人才没有人 真正的人才 太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 这是我很个人的 我个人的 我就一定告诉你们 对 你听听的现在美国音乐好听吗 相对于那个什么 六零年代 五零还不怎么样 六零七零年代 到八零多好听啊 那就是一个 人才辈出他还没有堕落的时代 那还有理想 我到今天还迷恋 一个John Biles 大家知道吧 那个声音像引领一样 那当时 一个女孩子 二十岁 弹着吉他 唱着从圣经的 基督教圣经的 诗歌改编的 民间歌谣 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 城市歌谣 就让美国二十万的人 年轻人跟着他走 要求世界和平 所以 Bob Dylan 是跟着他出来的 晚好多年了 而后他拒绝走向Bob Dylan的商业妥协 他说我是为了真理而宣扬 Bob Dylan就去弄电影 跟他弄这个 所以他又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仰儿 我们可以看到John Biles 到今天还出来唱 他还宣扬着他的理想 那这就是中庸之道的人了 也不是西方没有 他一辈子就过得清清淡淡 当然卖他的歌唱片也就很 很足以让他有一个丰富的生活 那不说别的 当然这也是我私人的 John Biles站出来的时候 他跟那个Bob Dylan可能是同岁 Bob Dylan老的不成样子 有没有看到 而他还是漂漂亮亮的老太太 他跟我年龄一样 八十岁 身材都没有变 所以人生从这里来看 一方面根据宇宙的达到 二方面私下 也还可以随便有些私智私见 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五点十分了 OK 五点九分 不耽误大家 上个礼拜是十一月了 是十一月 下次再来一道 呢 未经许